眼前的男人是个落魄的王爷 钱清倒了可架子没倒 一边吃着炸豆腐 一边挑着老板的脸 他说这碗炸豆腐看着简单 可是佐料麻烦 少因为佐料就能吃出豆腐炸味来 吃着像嚼生豆子 范武爷的意思老板当然明白 这是想吃霸王餐 看他咕噜咕噜吃完一碗 刚准备再添一碗好堵住他的嘴 范武爷却放下碗筷匆跑掉了 这就是范武爷 现在在琉璃厂吃饭的营生 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英语 洋人想买古董他就去当翻译 正典提成 可是陆大人一点没给范武爷面子 用十分流利的汉语回复着他 而我更喜欢说中国话 范武爷被老外对得满脸大写的尴尬 连忙用汉语解释说 平日没人念口语 英语都快忘光了 也就见着您赶紧温习一下 你看这街上卖什么的都有 都是古董 他没有英格力尸 陆大人略带嘲讽的对范武爷提议 要给他在英国开个店 买些中国的玩意 范武爷连忙摇头拒绝 他怕吃不上北京的炸豆腐 挥想家 两人边走范武爷边介绍 一路来到了燕居阁 正好碰上伙计正在往下拿东西 放了满满一桌子的各式玩意 陆大人爱不释手 沈掌柜就这些 你看多少钱 沈掌柜坑蒙事兜作 看见是傻老外在问家 以为他不识货 故意不说价格让老外看着点 一来摸清他的心理价位 而来这要是老外价开高了 则可以顺理成章的占点便宜 可是陆大人并不是一窍不通的傻老外 你们中国人就讲面子 看着给给你一块钱行不行 那不能够啊 陆大人 这哪像英格力士 gentleman的风度啊 说实上您看着给那是让您出价呢 陆大人可谓是学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深刻了解到中国人就喜欢把做生意 做得不像生意的那个位 对方跟你客气是他的事 但你可不能太实在 该花的钱一分也少不了 陆大人 这堆东西呢 我算了下 本是2200大洋收上来的 您多少再让我赚点 好歹我这铺子也能支撑下去 陆大人 陆大人傲话没说 就给沈掌柜让了10%的力 沈掌柜却不干了 在鼓动这个行当的10% 那只能叫赔本转腰和白忙活 您再天点 再天点 三千 少了五千 不能给您 原来这客气半天 说到价格的时候就不再客气了 陆大人转身假装要走 眼看着手的用金要黄 樊五爷赶紧打起了圆场 让双方都退一步 四千 就算一早就忙我了 四千 OK 沈掌柜是赚到 还不忘打嘴炮 说实在 这堆东西啊 人家出六千我没卖 得 陆大人 给您了 樊五爷一听沈掌柜这话 赶紧把话茬给兜住 沈掌柜的 这回亏了您了 下回一桌给您补齐了 陆大人 全是好玩意儿啊 拿回家玩去 陆大人先走一步 让伙计包好给自己送家里去 樊五爷送走了冤大头 又鬼鬼祟祟跑了回来 嬉皮笑脸的要跟沈掌柜谈提成 生意我帮你谈成了 钱你赚着了啊 咱太风楼剑 我耗着你啊 哎 聪暴喊深 老了 这做的大不如从前了 根本没泡开啊 还有这道 干烤大虾 汁也没做好 欠粉太多了 什么呀这是年年糊糊的 我不是上你们这吃饭 是不是就没人给你们挑毛病啊 范五爷虽然家道中了 可还是保留了一身贵族习性 这幅派头十足的模样 不知道还以为 他仍然是大清朝的王爷 范五爷一身颇衣懒衫 感叹而皇之地在太风楼胡吃海三 无非就是等着沈掌柜来给他结账 还想着从中捞一笔中介费 可奈何宴居哥沈掌柜不太地道 没带钱 啊 今儿上午四千块大洋的买卖做了 你们掌柜的不认人 前来传话的福泉也无可奈何 他一个伙计能怎么样 今天埋货的陆大人 本来就会说中国话 根本用不着范五爷翻译 更何况这六千块的生意 让他这么一搅和 变成了四千大洋的买卖 四舍五路那么一算是压根没挣到钱 没挣钱 你们沈老板敢跟我说这 我抽得擦大嘴巴 范五爷做事 就要提着拐杖去找沈掌柜算账 顺子拼了命的拦 范五爷却仗着一身酒精 将顺子推到一边 瞅准机会就赶紧往下溜 地下要够的 有人逃大半了 快点 有种生意开店的作商 有人带了买家来 不管卖的钱多钱少 总要给介绍人留出十分之一的历史 叫打醒 除非来人不要 一般的都该留出一份恭敬送账 以求人多客仇 大家帮着你 今儿的事 四千多块钱的大买 范世荣原以为沈松山 必会给自己打醒送钱来 谁知道 钱没送来 饭钱也结不了 还挨了太风楼伙计的一通奏 谱没摆出来 倒闲了眼了 吃饭没给钱的范五爷 被奏得不省人似的 就被人扔在了路灯底下 正好碰上卖烟卷回来的妹妹 莫赫看着浑身试伤的范五 担心地问是谁把她打成这样 可范五号面子 连忙喊停莫赫 叫她别管 妹妹劝着范五爷 咱吃不起席就不吃 回家吃窝头就咸菜 不是一样的填饱肚子吗 窝头 我是吃窝头的脑袋吗 凭什么就该我吃窝头啊 她忘不掉以往的生命生活 仍然惦记着东山再起 没事的时候就喜欢 以着柱子嗑瓜子 看看有没有送上门的营生 恰好一辆车在路上抛了毛 范师傭赶紧晃着来到跟前 司机忙着修车没功夫搭理他 看着该溜子直接开始轰人 司机一听这位也还挺懂航 范威爷见装逼有了效果 更是端起了百家子的架势 司机还急着赶路 哪有功夫的一回饭我也吹牛逼 上车打火一事 车还真的着了 听我的没错 就加油的是 司机觉得自己遇到了行家 不敢在小桥范威爷 但奈何范威爷根本不好意思 把身份告诉人家 司机便随手从兜里掏了半块钱 不要不要不要 都是玩车的 论什么钱呢 你这打我当什么人呢 你这 司机把钱放在了引擎盖上 范威爷直勾勾的盯着那半块钱 随着车辆的启动 那半块钱顺势掉到了地上 范威爷鬼鬼祟祟的左看右看 虽然口袋空空 可捡钱却觉得丢人 只能悄悄蹲下身子慢慢摸索着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被别人先一步捡了起来 哎 干什么呀你 好在捡钱的是妹妹默后 妹妹把捡的钱递给范威爷 范威爷又忍不住装了起来 拿我当要饭的呢 拿着吧 我告诉你啊 这要不是你捡的 我还真不要 你搁我玩车那会儿啊 他还不知道在哪赚金呢 丢人不能丢肺 这是范威爷的人生格言 嘿嘿 沈掌柜的 什么好东西啊 拿来还想拿走啊 清童相守尊 这个打喷嚏的男人 就是另一位主人公铜凤拳了 但是沈掌柜怎么会突然串门来了 原来是因为一只鲁窑三祖连 他盯上这个宝贝已经有些日子了 一听说铜凤拳逃到了这个宝贝 拎这个包袱就主动上了门 里面包裹的是青铜相守尊 可等他进一步仔细观察的时候 却发现这是一个技术高超的访货 古玩行里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看破不能说破 于是他便故意打了个喷嚏 让对方领会 老江湖的沈掌柜立马明白了过来 于是便气冲冲的收拾包袱准备离开 东西也不是全不对 这圈口啊还有一只耳朵都是真的 蒙好了能卖出去 我砸了卖铜 嘿别见 您要是砸了卖铜 那就给我留下 沈掌柜这可是罪翁之意不在酒啊 那只汝瑶三租莲 让我给您卖的吧 必定的好价钱 东西卖了 钱先给您个本 利呢我先用半年 以后加倍地还您 佟凤泉知道沈掌柜不地道 他还指着这宝贝 让自己发财 赶紧说东西已经被人收走了 老奸巨华的沈掌柜 又怎么会相信 既然好东西自己拿不走 那也不能便宜了别人 临走之前顺罪就给佟凤泉下了个套 回头我跟张司令说一声 玩意儿出手了 不用等了 我走了 沈掌柜说完就走 一点机会都没给佟凤泉留 沈掌柜前脚刚走 佟凤泉就打听起了这张司令的住处 换上最贵的衣服 就打算去卖货 但是他却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 别人看打眼的货都是藏着掖着 生怕别人知道 沈掌柜心气这么高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把东西拿给自己看 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 张司令要咱们的三组连 那你说 他是无意的 还是故意的呀 但是让他放弃赚大钱的机会 又觉得心有不甘 便让伙计二块钱带着东西 给张司令过过眼 要是喜欢 现前一万大洋逞交 要是不喜欢 就再把东西原样再拿回来 横竖也没有损失 但是二亏万万没想到 匪气十足的张司令右手拎着枪 左手拿三组连 晃晃悠悠的走了出来 阿尔葵一天可是吓坏了 他哪敢答应 可是挡不住人家手里有枪 外头有人 张司令直接拿枪 抵着二亏的脑袋 你说我这一枪下去 是打你头啊 还是打这玩意儿 二亏跪在地上 直不住的浑身颤抖 苦苦哀求 可张司令却无动于衷 来啊 给五十块钱大洋 给我插出去 二亏捧着五十大洋回去 气得佟凤泉拍着桌子直骂娘 我告诉你二亏啊 这一万大洋 除了你他妈给我要回来 你没别的路 自个儿长嘴 二亏一脸呆滞的跪在地上 对着脸颊左右开弓 就跟脑痒痒似的 狠着点抽啊 二亏一巴掌一巴掌的 拍在自己脸上 可抽得再狠又有什么用呢 爹 他拿枪顶着我脑袋的 拿枪顶着你脑袋 你让他打你 你让他开枪 你让他一枪把你封了呀你 你死了那一万大洋 我有人找他要去吗 你不死了 你痛快了 我死了你知道吗你 我死了 阿尔葵哭得眼泪鼻涕哈喇子直流 愧疚与恐惧已经站满了他的心 想不开便一头撞了桌角 好在并没有生命危险 同凤权只能请了医生来看他 思前降后 除了自己跑一趟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小子有种啊 让他进来吧 你是站着说呀 还是跪着说呀 在下想坐着说 你胆子不小啊 我凭啥让你坐着说呀 我是来说好话的 哪有让人跪着说好话的 是不是张冠 坐吧 这个男人被一圈枪顶住了脑门 还能沉住气讨价还价 是什么事让他命都不要了 原来他是为了要回 自己价值一万两银子的 汝瑶三足连 自从他店里的伙计二魁 把汝瑶三足连送来司令府 就拿不回去了 同凤权只能自己 来找张司令讨个说法 同凤权刚坐下就开门见山 问张司令是不是想拿那 三足连送给总司令 我不送礼 他不让我当城防使令啊 同凤权早就想好了对策 连王说这就对了 我家伙计给您送的那个东西 他不适合送你 总司令是属虎的 不喜欢龙泉瑶 他忌讳这个 你要是真送去了 必定会坏事 不是吗 他真属虎的 那我就不送了 这可是说到同凤权心里去了 连王掏出张司令的那五十大洋 想着换回三足连 可抢来的东西 张司令又岂能轻易送回去 不送总司令 我送别人呢 这东西啊 我留下了 同凤权急眼了 赶紧说这东西是个假货 送出去了反倒叫人家笑话 张司令一听当场就翻脸了 你忙老子玩呢吧 啊 你还要坐着说话 来啊 插出去给我奔了 不不不 同凤权这下是真的慌了 连王又掏出了三千两银票 放在桌子上 又拍了张司令一通马屁 你以为老子没见过钱啊 啊 你敢买卖人 你真不怕我一枪崩了你啊 怕 可是您不能够崩了我呀 嘿 我为啥就不能够啊 同凤权心里害怕极了 可还是要这牙硬挺着 因为在下是为您好啊 您领兵打仗最讲究一个中子 对您好的人 您不能杀是吧 您这是逗我玩呢 老子逗你玩啊 这枪拔出来啊 就得见响 同凤权吓得三魂丢了七魄 可这一通操作下来 还真的把东西给要了回来 他本想拿上东西赶紧开溜 但不想张司令又随口丢出了一句话 你告诉人家啊 这玩我玩的时候啊 弄掉个拽 回到家的同掌柜 彻底心如死灰了 他死死盯着桌上破损的三足连 这是他花五千块现大洋收的 而现在却只值五十块 再加上给出去的三千两银票 拆栋墙补习墙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哭了 他现在算是想通了前一后果 沈掌柜是故意拿着打眼的货来让他看 就是在作诀害他 让这么好的东西毁了 简直是作孽啊 作孽 同掌权看着这乳窑三足连 失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着 他告诉二魁 三天前刚收到这东西的时候 同掌权还觉得这是老天赏饭吃 准备卖个好价钱 连以后的美好生活都想了个遍 可转眼见枪就顶在了脑袋上 祸出命去总算是把东西给要了回来 他又毁了 这件事让同凤权是心里焦脆 他痛恨自己 恨自己怎么这么浅薄 阿尔葵拼命拦住同凤权 打算去找沈掌柜拼命 但同凤权明白 这是不怨沈掌柜 是自己的贪心害了自己 这东西都已经好了 你再误不出这个理来 那咱就更对不起他一千年的灵性了 有本事 你再做个局把他给绝了 咱们这个 找人拼命可不是什么本事 打掉了牙咽肚子里 还得笑着说不疼 那才叫本事呢 蛋清 姜米汁 调白灰 万年老 甭提多年了 咱先把它接上 回头等它干了呢 把这边上一打磨 再抹上一点 签墨子 铁锈墨子 烫上一层穿白蜡 接缝的地方 就不容易敲出来了 童风拳早年是隔骨斋的学徒 学了一身的做骨手艺 按说这手艺他不该交给二魁 古董这行如果学会了造假 就跟大姑娘当了摇紧似的 来的钱容易了 不想走正道 害人害己的手艺啊 说话间作局骗他的沈掌柜上了门 什么 他来了 他还真有脸呢 爷 我把他轰出去 不用 他不来见我 我还想见他呢 去跟他说 我立马出来 童风拳是穿衣洗漱带上小洋表 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他可不想在沈掌柜面前丢了份 而沈掌柜还是老涛路 拿着个包袱先不提三族连的事 抽空似有似无的再问一嘴 我听齐大头说 那只三族连还您了 童风拳这哪还能不明白 老东西这是在试探自己 但是不能全说假话 要三分假七分真 把假话串在真话里说 我可以一会 沈掌柜的 这事您要不说 我自个儿还想跟您说呢 您说那张司令什么玩意儿 要人命的主啊 买东西不使钱 使枪啊 眼见沈掌柜上套了 童风拳把二魁叫了过来 说伤口是被子弹擦伤的 还要当场拆杀布让沈掌柜眼伤 沈掌柜连忙宽慰起了童风拳 童风拳也就借颇下驴 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是个不好 买卖可真是不好做 可不是 有好东西啊 赚点出手就得了 别压着 压不住 你是个骗子 童风拳现在是全明白了 老东西今天就是冲着卢瑶三族连来的 但是要直接给了他 沈掌柜肯定不信 还是得吊着他 童风拳直接说有人来看过货了 还要多给自己两千打烊 给我留着吧 用 这怕不合适吧 得罪客人了 我再多出一千 你帮着打点 哎呀 沈掌柜的 这东西我劝您不要也罢 这要真压在手里头 他不合适 童风拳越是推托 沈掌柜就越是想要 眼见沈掌柜着急忙慌的回去取钱了 说晚上就来取东西 或现在是给卖出去了 现在就剩下厌货这一步了 童风拳又有了主意 这回咱们反着哥 把有伤的地方冲上 这冲上的地方最不容易在意 沈掌柜晚上如约而来 检查得很实仔细 他刚要看到伤处 童风拳连忙湿起了颜色 沈掌柜的 您看仔细了 我给您加个灯 沈掌柜的 其实要说这东西完好不暇呀 那也不全是 这里头有点小毛病 哦 您瞧啊 按说这转移视线 是卖货人的惯用伎俩 沈掌柜深恩此道 奈何他今晚是得悟心情 所以偏偏没仔细看那只受伤的爪 童风拳看时机差不多了 又开始欲擒故作 沈掌柜 说实话 您这会儿要是不要 那我这心里才高兴 一万三 我要了 童掌柜 您收好了 东西呢 我拿走了 您真要啊 真要 沈掌柜 您这真要硬摆 我这 我倒有点 怎么着 您是行者 您知道 咱行里人窜货 好找个好账 董掌柜 把我当什么人了 东西我看好了 钱我愿意付 出了您放骨堂的门 真有天大的事 它就是变成一堆狗屎 我也不会再来找您 这点规矩 我守得住 我这不是流泪呀 我该流血 我他妈先去流尽 先去流尽 沈掌柜一万三 买的好东西 怎么就发现毁了呢 原来沈掌柜的好东西 自然是要高价卖出去 于是一个小日子 过得很好的顾客 就来到了店里 可没一会 顾客就出来了 这可把店外的同行 给整迷惑了 没成想 沈掌柜在店里 看着没卖出去的 乳窑三足连 陷入了沉思 他不信邪的 拿着把小铲刀 一阵敲击 再用手一掰 沈掌柜看着掰下来的爪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然后他真死了 此时同凤全 刚路过沈掌柜的店 就听见沈掌柜的儿子大喊 而这还补算完 等他回到店铺才发现 阿尔奎卷了他的全部家道 只留下了一封信便跑路了 短短的四天时间 同凤全便从人声巅峰 跌进了万丈深渊 然后回到人声巅峰 又再次跌落深渊 他便卖了店里所有的东西 还清了东家的账 走街串巷做起了家包袱的生意 东家收西家卖 自嘲叫做包袱站 画面转到范市容范围这边 锤儿又叫锤口 就经各门手艺人聚集之处 比如打小鼓的同业人等 收了一天的东西 必来到一处茶馆或小铺的聚集 一是互通消息 二是互相窜收来的货 没成想那家包袱的认出来范围员了 就上来套了个近乎 没想到范围员根本没心思搭理他 刘全联盟跟范围员解释 干一行有一行的规矩 要不老天爷不少饭吃 饭全让你们吃了 五爷我今儿喝疯的 朝五爷说的 您吃过的饭 比我这辈子听过的都多 您喝疯那也是香疯的 范围员今天来这闯口 其实就是想着 自己也能从这个行到混口饭吃 最起码活着有个人样 刘全是看热闹不嫌适的 在旁边对着范围员一顿吹捧 您干嘛 也算我们这行里出了人屋了不是 我没本啊 不过你 借我这东西让我先卖了怎么样 刘全还真是送佛送到西 连个不字都没说 立刻大方地展开包袱 让范围员从里面随便挑 范围员打眼一瞅 立马被里面的一幅画吸引了目光 刘全越是拦着 范围员越是把他当成宝贝 就越是想要 二话不说 卷起话起身就往外走 刘全在后边 还和好心的一直盯住 这幅画要想卖出高价 可得多说说行话 甭跟这人家废话啊 爷玩这时候还没你呢 带着吧 同行的人看着都很好奇 这宝贝是多少钱收的 就那么大方地随便送人了 五毛钱收的 没没买款 蒙他呢 我呀 是怕他拿我那方验的 你还在心疼他 这个 怎么个是一个傍粹 什么也不懂啊 真是傍粹 哎呀连贵啊 把我村这儿的酒烫腾 给我拿出来 好嘞 嗯 哎 怎么这么少啊 嘿 爷 昨天长您拿走您不拿 可不就剩这点了 嘿 有花生仁吗 给爷打斗一盘 咋嘞 一壶酒烫了又烫 一碟花生米嚼了又嚼 这正是落魄贵族饭伍爷的晚餐 童风全叫来小二 这个爷是饭伍啊 对 是饭伍爷 怎么成了这模样了 嘿 落魄的凤凰 不计了 童风全忍不住一阵唏嘘 自己出钱要给饭伍再加盘牛肉 小二忍不住劝了起来 爷 嗯 若你不该说的话 说 您哪 可别找他 嘿 一盘牛肉算不了什么 上 小二把牛肉端上桌 这可吓坏了桌上的饭伍爷 自己可买不起这玩意 但是人穷架子不能抖 我以为我晚上不吃这个 鸡食 嗯 五爷 您吃吧 嗯 有人惦记着您呐 谁啊 那位爷 哟 哟 这位爷咱认识 哎呦 五爷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啊 童风全告诉范伍 自己在阁谷寨当学徒的时候 见过他 那会范伍爷多风光吗 哎呦 您可别提那段 小二斤我都不敢认我自个儿 哈哈哈哈 您贵姓啊 怎么称呼啊 好 在下 童风全 五爷 童风全顺手又做了个自我介绍 说现在自己是家包袱串宅门的 范伍一听就明白了 感情自己这是遇到专家了 他肯定是懂话的 嘿嘿嘿 你看看我这手怎么呀 童风全伸手去接 但是范伍爷又愁了回来 童风全也没在意 转下一里不思 便能看出其中门道 老林子 活表的戏 范伍赶紧接着童风全的话 开始编起了故事 说自己家老爷子临走之前 什么都不在乎 就拉着他的手指着这幅画 分家的时候啊 我让一下人把他藏起来了 后来他直缝大战 兵荒马乱的 他跑了就没了来往 你说这么多年吗 我都忘了 哎 那下人的儿子 他今儿从乡下回来 他给我送来了 范伍编着编着 愣是自己都谢了 说以前这话 还有楠木的盒子包着 下人全家为了保护这幅画 还差点丧命 不是当您面吹啊 碰点一般生人啊 我都不愿意提起来这些老话 老爷子说啊 这是宫里啊 赏钱来的 老板的失去宝吉里有注录 看来这话大饼 不光是在拉投资的时候有用 再卖古董上更是常见的套路 把一些毫无关联的离奇事件 安在一件古董上 这物件好像就有了生命一般 好像你就同这古董一起 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 某人一听还挺是那么回事 但仔细一想和隔壁老王吹牛逼 一点区别都没有 但是你要再仔细品一品这些话 这每一句话 都是经过精妙的设计和琢磨 句句都有伏笔 那旁的人咱不给他看 对对对 你要有主顾啊 我允给你 那好啊 住哪儿了 范伍爷得知 佟凤泉现在居无定所 便极力鼓动他 去住自己的那间闲房 顺便让佟凤泉 看看他那祖传的话 两半 那酒存去了 把牛肉打包 怎么样 伍爷 您那房有点背音 我还回我那住去吧 范伍爷原本还想靠这个话 赚点喝酒钱 却没成想 一打开一个大洞 同凤泉的意思 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这东西实在不叫个玩意 范伍心里那个着急啊 追着就想问个清楚 伍爷 这块够送 笔墨也好 可惜啊 烂没了 款也没了 就我一看这表工 我就知道这是好玩意儿 可惜啊 卖不上价 没救了 不是 他救也能救 把这后半截接上 造个款 蒙出去了 就是个大价钱 范伍一听是 还有缓和的余地 连忙又追问了起来 造谁的款啊 看着笔法像谁的 就造谁的呗 你会造 范伍这才反应过来 童凤泉早先在阁谷斋当过学徒 那里出来的人 个个都是做旧的高手 可童凤泉觉得 刚刚才做过没良心的事 现在是真不想再干着缺德事了 范伍觉得是价钱没给到位 连忙跟在了童凤泉屁股后边 一心想把人留下来 两人在院里拉拉扯扯 这是好巧不巧的 莫赫进了院子 他打声招呼就想进屋 童凤泉打眼一看 这不就是自己救过的那个姑娘吗 昨天的事 又一次浮现在了童凤泉的眼前 他刚迈了一方宴台 坐上黄包车想回家睡觉了 在路边看到莫赫被欺负 顺嘴救下了莫赫 童凤泉帮莫赫捡着烟卷 两人四目相对 童凤泉就对莫赫赏了心 可在送他回家时 童凤泉没想到爱情来了 挡都挡不住 两人在范伍爷这里又碰上了 童凤泉连忙解释 是伍爷带他来看房子 范伍爷哪里还能不明白 自己的机会这不就来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 范伍上一秒还在发愁 怎么能把人留下 这不就是瞌睡来的送枕头 范伍爷小算盘打得隔着屏幕 我都听到了 童凤泉也顺着台阶下来了 态度瞬间改变了 见到莫赫也不觉得这地方被应了 范伍回屋特意嘱咐莫赫 一定要多给童凤泉送温吗 干嘛是我呀 你不是女的吗 什么话 你妹子我还没嫁人呢 我不是这意思 我说咱们俩都得想着 把人家给留住了 留他干嘛呀 他会做旧的手艺 我那话指着他呢 咱可以开铺子赚大钱哪 什么命啊 吃窝头都散崖 问好还有吗 什么呀 窝头啊什么呀 还有俩 给西乡房人送过去 可是天已经那么晚了 莫赫一个大姑娘怎么都不方便 但范伍却觉得这是正合适 恨不得妹妹晚上不回来才好呢 而西乡房里住的人正是童凤泉 为了让他给自己的话造假 范伍白天已经找过了童凤泉一次 你觉得这墨河怎么样 吴爷这 好好的您问这干嘛呀 我想把他给卖了 卖了 卖了 挺大一个活人 卖哪去啊 再说了吴爷 那是您妹妹呀 不是亲的 我奶妈是她姨 远了 范伍告诉童凤泉自己也不想卖 这不是手里缺钱被逼无奈吗 童凤泉小心翼翼的问范伍 打算把墨河卖拿去 说卖啊 难听点 就是找个人家 是续贤啊 是填房啊 是娶仪太太 只要聘礼多点就行 不叫他钱闹的吗 缺钱啊 这钱谁都短啊 那您打算要钱干嘛呀 范伍要钱能干嘛 当然是打算把自己的那幅破话给补齐了 造款造印 然后好能卖个大价钱 他还指着这幅画翻身 诶 可是我现在没钱补这块了 那我这大价钱我就中不了啊 诶 又不能这小钱压着大钱 那我这大理想不是老就实践不了了吗 没辙呀 买墨盒吧 童凤权这是哪里还能不明白 范伍这是给自己下套了 而且还受无解的阳谋 别的办法就没有了呀 我是没辙了 除非有人借钱给我 那 那您就卖吧 范伍也是看出了童凤权对墨盒有意思 才专门让妹妹去给童凤权送窝头 墨盒整理了一下头发 端起窝头去了西厢房 他本想把东西放在窗台上救走 但是正好出来的童凤权 把他给叫停了下来 童凤权把墨盒请进屋里 而墨盒对童凤权也是充满了好奇 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问童凤权那天是怎么救的他 难不成还能随身装个哨子吗 童凤权有一痘痘墨盒 装模作样的在怀里掏了一通 你再看了你的哨 你给我看看我我还没见过呢 求你给我看看呗 嗯 没哨啊 你骗人你 不过你觉得还挺像的 你这日会的事还挺多 让人挤得出来的呗 是啊 有的人就能挤得出本事来 可有的人就只能挤得出坏 你这说谁呢 墨盒说的除了范武还能是谁呢 他劝童凤权赶紧搬走 墨盒嘴上没说 可是心里清楚 范武是想用自己逼童凤权 帮他的话作假 可这话让他一个大姑娘怎么说的出口 你就别住这了 省得以后大家成了仇人 你干嘛跟我说这话呀 我怕 怕什么 我怕你上当 童凤权嘴里吃着墨盒送来的窝头 他心里却动摇了 他本不想惹失上身 打算今天就跑路走人的 可这话被墨盒先说了出来 他看着眼前这个蠢朴的姑娘 要被哥哥当东西一样卖了 心里便不是个滋味 可是他又拿什么来心疼人家了 这箱子给你留的 都是碗云 是圣上高兴的时候 赏的 还有一宿 这个土埋大半截的老爷子 还准备金屋藏娇呢 原来这老爷子是前清朝的贝子爷 这个女人就是他的二儿媳如二奶奶 老贝子爷自觉时日无多了 就准备交代后事 他让所有人退下 偏偏让如二奶奶留了下来 老贝子官儿媳妇说着掏心掏肺的话 打你一进我这宅子 你没想过一天赴我 刚一过门 老婆就没了 让你守了活果 卢二奶奶在嫁进贝子府之前 也是魏哥哥 但命不好 嫁进来就守了活果 受进府中人的白眼 老贝子怕自己死了之后 大儿媳更嚣张 他现在唯一的牵挂 就是这个苦命的二儿媳 老贝子从怀里掏出了房门钥匙和地契 又指了指旁边的包袱 老贝子后事交代完毕 如二奶奶夹着包袱往门口走去 果然外面已经拒绝了 一大帮子想吸血的本家人 如二奶奶哪里敢跟大儿媳纠缠 没 没说什么 但是大儿媳却没打算轻易放过她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你怎么夹着包袱出来了 我们手里可还空着呢 话我今天跟你说明白了 就是老爷子给你的东西 也不是你的 这院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冯门 去 把你奶奶那个包袱解开 我不解 好啊 连个下人都这么硬气了 可是这样的老爷子欺负人了是不是 啊 给我张嘴 主人没地位受禄 下人也跟着受连累 如二奶奶不忍心看着缝妈背挡 只能解开包袱让他们检查 这哪个亲戚啊 别吓人吓人 老婆 不是你吓人 什么 干呀 你不害呀 众人围上前来一瞧 竟然都是二少爷的遗物 这可是太会情了 大儿媳瞬间吸了火 但如二奶奶可不想被人随便欺负 拿起包袱里的东西就往他们身上扔 这玻璃珠子给你 你干什么 大爷 这公主 你拿去玩吧 死人的东西我不要 晦气 死人的东西 你们吃的穿的 哪一件不是死人的东西 你们自己挣过一口脚骨了吗 来 拿去 把这鬼脸带上 给你娘家人争光去吧你 其实如二奶奶早就试过了 想把东西从被子府带出去 简直比登天还难 最开始她想让冯妈找机会把东西带出去 拿好了 哎 就跟出去买东西似的 心里平和点 他们要问起来 说话 硬气了点 但不想直接被大奶奶抓了个现行 呦 这宫里的玩意儿啊 好东西 冯妈 怎么着 这是要做好了挂在衣裳上啊 不是 我们家奶奶做医生没钱 想压件东西给裁缝 等有了钱再赎回来 放屁 蒙谁呢 欺负我们没见过东西是不是 就这 够做一车医生的 后来又趁着医生来给自己看病的机会 跪下求医生帮自己带出去点东西 但是也没能逃得过大奶奶的检查 赵大夫 您没辣东西吧 没有 东西可得拿好了 冯妈 照着点 更是等到第二次来看病的时候 要打开医生的提包检查 好在医生这次没装在包里 大奶奶 我这身上您是不是要看一看呢 别见 不能了 那可不能了 您收好了 您收好了 我这是大有大难 我有我的难处 冯妈 站着干什么呀 快送送 你走了 师父 眼不见 心不烦 大清国 是一人的亲都没有了 老辈子爷还是走了 在一片哭丧声中 如二奶奶哭得最是厉害 但是下一秒冯妈一个眼神示意 如二奶奶便悄悄溜了出去 找到等候已久的亲侄子 二姑 您收累 这儿给您请安了 免了免了 快起来吧 杨子 快点 如二奶奶让杨子穿上 早已准备好的特纸衣服 把值钱的瓶瓶罐罐 尽数塞进了杨子的衣服里 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再没时候了 你姑啊 苦了半辈子了 就指着这点东西活人呢 二姑 这样行吗 不行也得行了 如二奶奶告诉杨子 瞅准时机在人多的时候 就跟着往外溜 嘱咐完就接着哭丧去了 杨子也没耽误 瞅准时机勒紧裤裤带往外溜去 老辈子丧事半弯 搭奶奶正式当权 第一件事就是带人闯进二奶奶的房里 清点财物 将东西全部记录在案 这墙上两周画 怎么没了 不知道 你房里的东西丢了你不知道 哎 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啊 你人怎么不丢啊 老爷子已经死了 想叫人听你喊 都没人听了 说吧 画到底哪儿去了 大奶奶是一顿熟处 对二奶奶极紧羞辱 而二奶奶也被逼劫了 她是看出来了 大奶奶是想把所有东西都扣走 我让你扣 我让你扣 二奶奶拿起一个瓷瓶就往地上摔去 这下子不知道是摔了多少银子 没过两天 大奶奶把院里所有人都集中到了一起 拿出一个账单 说给老爷子办丧事 把房子都给压上 要想继续住下去就得交房租 各门各房 把这一万大洋给摊了 不为别的 为留下房子住人 她嘴里说着不能占大家便宜 自己却只摊八百大洋 却让罗二奶奶出两千 而对于大奶奶的心思 二奶奶也不是一点准备没有 好 我走 二奶奶早就料到了会有那么一天 真的什么都没拿 就这样两手空空的 被挤兑出了贝子府 好在二奶奶早已有了准备 来了一招暗堵陈仓 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 来到老贝子准备好的二进小院 二奶奶要在这里开始她新的生活了 让冯妈打开早已运出来的两个大箱子 老爷子给的这不都是钱吗 满满两箱子的青三代瓷器 放到现在开个小型博物馆 都戳戳有余了 如秋兰还在等着杨子 把她带出来了几样好东西拿过来呢 如爱 如爱 杨子找着了吗 二奶奶 找了几个客栈都没找着 好在如秋兰还有其他指望 我还有个远房的侄子叫锁子 回头找找他 守着这些东西 还怕变不成钱了 都是府里的 话说回来 这回啊 咱们可不能再上当铺了 咱们得上琉璃厂的古玩铺子 哎 贾宝夫的卖什么呢 这个爷 我卖文丸字画 光卖啊 收不收 收到也收 可是我本儿小 太贵重的我收不起 我这儿倒是几样 瞧瞧瞧 哎 这一日童凤泉边走边敲 寻找营生 一个男人叫住了他 想卖给他点好东西 这男人不就是 罗二奶奶的侄子吗 佟凤泉跟着人进了屋 康上正躺着一个 吞云土屋的女人 屋里陈设极为简单 佟凤泉打眼一扫 心里便知道 这是怎么个事 杨子拿出一个黄底盖碗 摆在桌子上 佟凤泉捧在手里 忍不住吃惊 清三代的东西 不用看底 我就知道 我得沉出了气 不能买炸 随后风轻云淡地 继续问道 还有吗 你先说说 这个能给多少钱 这东西 它要是成对的话呢 佟凤泉话还没说完 杨子便从包袱里 又翻出了另外一只 她心里又是一惊 但是不能表现出来 她能吃 两块半 梳妆打扮的女人 猛然回头 不可思议地走了过来 您强行出来 这都是细词 就是 是细词啊 再细的词 它也是喝水用的玩意儿啊 它饿了不能当饭吃不是吗 佟凤泉还强调一下 来路不正的东西 她可不收 不光我不能要啊 整个这条街 没人敢收 一句话直接掐断了 卖给别人的可能性 还有吗 你等着 佟凤泉瞥一眼 直接坐了下来 但是女人开始着急了 我跟你说啊 这十块八块的 还不够你这些日子的脚裤呢 皮肉还不算 早知道你弄的是 那对破烂玩意儿 我就不敢留你 佟凤泉其实一早就看了出来 这两人肯定不是什么政党关系 重要的是不识货 加上这么着急出手 他就更有把握了 等杨子出去之后 赶紧上前瞧瞧那堆宝贝 还真不是一般物件 等杨子回来之后 他继续下逃 俗话说得好 劝赌不劝瘢 劝瘢脸不交 懂这种事儿啊 那必定是花了钱 我落下一身的伤出去 冷话早就有了嘛 宝爱抄 劲儿爱翘 嘿 现如今的劲儿啊 全都改得买钱了 这话算是说到 杨子心坎里了 同凤泉赶紧趁着打体 这么着吧 兄弟 哥今儿不跟你做生意 我就跟你交一朋友 你跟我说 你欠他多少钱 五十块 同凤泉重重地拍了 拍杨子的肩膀 快不走过去拿钱 哥哥我攒了半年 正好五十块银票 多一分我还都没有了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你 紧接着 同凤泉又从兜里 摸出十块大羊 尽数交给了杨子 让他出了这个门 能投亲投亲 能靠友靠友 实在不行去找份工作 这就算是自己帮他了 但是杨子却犹豫了起来 他总觉得这些东西 不止这个价钱 同凤泉看在眼里 赶紧驶出了激将房 女人房里的玩意儿 对不对 对不对 她不值什么钱呢 阿成 您不得意买 买不成人意在 钱我拿走 啊 臭大伯子 光是不辣的东西 我可喂不了你了 女人的话犹如神助攻 深深扎在了杨子的心里 最后的那一丝 犹豫也没了 得 这些东西说实话啊 我也不懂 你看 看你那人 说那些话 还真有些道理 那我就 我就不争了 谁让我遇上这事 这相抗也扛不住 就这么着吧 拿走 行兄弟 东西我包走 我连再瞧都不瞧了 钱您留着 吃亏算我的 同凤泉边收拾边念叨 杨子确实不识货 被卖了还帮忙数钱 那我谢谢你吧 我的天哪 同凤泉这回可是捡到了大漏 一出物便再也沉不住气 撒鸭子跑了下来 时不时回头看看 就跟偷别人的一样 一路跑到铺子 老爷子哪里能看不明白 收了好东西了 您怎么知道 老爷子是过来人 自然经历过这种事 早几年哪 我收了几件东西 跟你现在这个一个样 跟偷人家似的 不敢走路 是不敢笑 也不敢不笑 不敢做梦 也不敢多说话 不敢见生人 也不敢见熟人 不敢相信 那东西是真的 同凤泉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让老爷子掌眼 成画斗彩 人物碑 这东西是不错 可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再掌眼 老爷子您说 这回啊 该说我浅薄了 有这三样东西 你 鬼鬼祟祟的进来 不为过吧 不为过 一点也不为过 老夫啊 我浅薄了 浅薄了 好东西 青山带一点没跑 你小子啊 简直漏了 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那烟筐都干不好你 往哪跑了 他打你了是不是 我敢你 你个笨祸 你那个烟筐都干不出 你不是让简直烟筐活的吗 这个女人为了抢打着的棒子面 在人群里被挤的东倒西弯 只能将手上的烟筐子 交给小生子保管 可生子也只是个小孩子 拿在手上还没物证 烟筐子就被人给抢走了 莫赫抢完棒子面回来 就看到生子坐在地上哭 打眼一看 他吃饭的东西不见了 莫赫也跟着哭了起来 莫赫一边骂着生子 一边心疼的为他擦去眼泪 晚上 生子妈拽着生子 就在院里骂了起来 你给我出来 小丫头骗子 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破烟筐子把那天卖烟 原本就不钱含着了 你欺负我们瓜瓜母是不是 你觉得我们好欺负是不是 我还告诉你说 你别惦记着 让我们陪你的破烟筐子 笑我们家 这连饭都吃不上 我拿什么陪你啊 脾气再好的人现在也忍不住 莫赫从墙角处走了出来 婶儿 我又没说让您赔啊 生子妈一听不让赔钱 反而是额上了莫赫 让莫赫拿钱给生子置脸上的伤 莫赫心里也委屈 而回来的同凤权正好撞见这一幕 二话没说 从兜里掏了五毛钱给了生子妈 算是解了莫赫的围 莫赫道了生气 转头就回屋去了 而屋里的饭物正躺在炕上 不仅对妹妹没有丝毫的关心 反而还想把莫赫嫁了换钱 那烟篮子丢了呀 正好 大名起咱不卖烟了 哥想找个人家把你嫁了 甭管是里边啊 是伙计 把你嫁出去是为你好 成了你跟我这受罪 要真能嫁了人哪 甭管是掐是龙 人家给你饭吃 有份载礼给我就行了 莫赫摘了围裙一把摔在灶台上 转头就往院子里跑去 同凤权在窗口瞧见莫赫跑了出来 赶紧端着盆一个风骚走位 哎哟 谁啊这是 大碗不傻的子 不好啊 莫赫这伙正烦心了 也没搭理同凤权 抬腿一个人跑了出去 同凤权赶紧来找范武 怕这大碗伤的 一个姑娘嫁不安全 可这个当哥哥的却满不在乎 我范武都混到这份上了 他还能有什么事出啊 不是你死吗 死了干净 同凤权对范武是一点办法没有了 拿起盆子就去追赶莫赫 同凤权来到街边上 就看到莫赫坐在路灯下 就想着劝他回去 但是就算动得抠脚 莫赫也不愿意回去 这样的日子 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一个乡下人 原本就不敢来 没成想称人是这样 要么 你就听你哥的话 嫁了 莫赫不可置信地看着同凤权 随后又慢慢转过头去 之前犯我不想让他嫁人 是因为还指着他来养活自己 现在缺钱就想把他给卖了 怎么委屈我都成 怎么苦我也都不怕 可我一想到嫁人这事 我要再这么委屈自己 那苦就没头了 那就不嫁 不嫁了 莫赫突然回头 认真地看着同凤权 同哥 你娶了我吧 同凤权也只能尴尬一笑 他是喜欢莫赫 可是现在他自己还顾不过来呢 他怕不能让莫赫过上好日子 同凤权愣愣地看着莫赫 他是真没想到 莫赫现在还在替自己考虑 这么好的姑娘 自己可不能辜负这一片真心 他跟莫赫保证 等他时来运转的时候 可莫赫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而且自己卖烟卷的营生 也没得干了 他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过呢 同凤权听他这么说 马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大洋 让他先把烟筐子置办起来 走一步算一步 他随即又告诉莫赫 他要搬走了 是因为别的事 莫赫眼含热泪地向他告别 班班 班远点才好呢 我没钱 可是我有妹妹啊 王才 我有个妹妹啊 这五爷应该 叫哥也行 叫哥也行啊 哎呦五爷 您算该活出了 这范武打的是什么算盘 竟然想把莫赫随便许给别人 原来这天莫赫正对着镜子梳理头发 这可吸引了一路过的猥琐男子 这好模样 可是把这男的看得走不动道 男人恨不得钻到镜子里去 买盆烟 王才趁着拿烟的机会 还顺手占了莫赫便宜 其实王才早就惦记上了莫赫 范武为了给那幅画造假 正到处找人办事了 没成想找到了王才 他让王才去找宫里的话 把图章印析给他描下来 这给人办事 没拿好处怎么会有动力啊 范武当场给了王才承诺 是办成了 把妹妹许给他 而王才除了接了范武的活之外 他最近还在忙一桩大生意 就是被子爷府里被赶出来的儒二奶奶 他手里可是有许多好东西 王才搭上了儒二奶奶的侄子索帮 这个关系 王才态度十分客气 可看完东西之后 马上就不那么客气了 眼珠子滴溜一转 真金白银 如二奶奶这些东西是有价无事 你说那么多话干嘛 你先拿点东西卖一边试试 拿一件啊 王才可太想拿一件出门 卖大价钱去 但他不能拿 古董行李馆这种欲勤故纵叫绷着 他知道这如二奶奶 是孤寡一人 正是缺钱的时候 便想着杀杀他的心情 好把东西一窝端了 你先拿一件 不不不 不带了孤奶奶 我要找到买主我带着过来 我先找找 快快 那到底怎么着啊 这么着吧 您容我两天找个好买主 要是真收了 能够您几年花销的 咱一懂 云出去 可 要找不着这么买主 你们也别怨我 不是 什么话呀 我不怨你怨谁啊 跟你说啊 这事还是交给你办了 卖低了都不行 如二奶奶就这样在王才 和索巴的一唱一鹤中着了道 她还真就觉得 这些东西现在不值钱 索巴和王才来到酒楼 两人吃着东西 喝着小酒 盘算着怎么坑姑姑 你怎么所以啊 她可是您姑啊 什么姑不姑的呀 不我不孝顺 这姑啊 没怎么来往过 说得是 给多了回头再给扎了 嗯 噎 噎 脖子架 让她咽不下去 吐不出来 你还是人吗 上去天亮 住口不容 而如二奶奶自从上了当后 愣是天天愁容满面的 洋洋洒洒跟冯妈抱怨了半天 但很快她也想明白了 碰到了这乱世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更重要的是 不能让府里那些人看了笑话 走 广和楼 听日常去 得 听您的 咱听戏一点 广和楼位于北京前门外 京城四大戏演之一 今天演的正是红娘全本 看着台上这清秀英俊的小声 卢秋兰笑了 那叫一个纯心荡漾 依取唱把演员亮相 台下观众纷纷扔上鲜花 如二奶奶可着急了 冯妈还是没拦住如二奶奶 几天的生活费就这样被她打了上 而台上的小声 自然也注意到了 这位出手阔绰的榜仪大姐 稀释看完了 如二奶奶还觉得不过瘾 咱家也要听戏 可听来听去就只有那么一张唱片 她想换心 这个漂亮女人心情不太美丽 只是因为家里保姆说了大实话 如今过的是韩耀礼的日子 就顺手抓起桌上的一个瓶子 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给冯妈是吓了一跳 二奶奶 您这是干什么呀 反正也不值钱了 都摔得得了 冯妈赶紧上检安卫 您侄子那贼没属眼的样子 一看就不是傻好玩意 找的人也不见得靠谱 他们说不值钱就真不值钱了吗 这阵我拦了一个家包袱的 在外头等着您呢 你找他们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看看咱那东西值钱不值钱 多了不让他看 看三件 不是刚才您猜了一件 看两件 如二奶奶现在的新妻儿 已经被杀得够够的了 但是又不好不顾冯妈的面子 只好撇撇嘴说道 生日我可不想见 冯妈一看二奶奶松了口 顺势把她请到里屋等着 冯妈说完就把人给叫了进来 来人正是佟凤泉 一进门就看到了碎了一地的瓷片 刚打的 可不是刚打的吗 这都还是心馋儿了 这可把佟凤泉心疼坏了 这可是相当于砸了老北京 一出四合院 别踩着 这不是暴殿天物 这不是暴殿天物吗 哎呦喂 青花草笼玄文平啊 那傻子我问您一句 您这一不高兴就摔东西 不是跟你说了 顺手摔的 您这顺手啊 比拿刀子捅人还疼呢 佟凤泉心疼的在地上剪着碎片 老话说得好 家有万贯不如君子一片 这清三代的官瑶瓷器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万万不能代骂 可无力的如二奶奶 倒觉得佟凤泉是个傻子 哪找这么个不招调的人呢 这么几东西不看 看脚底下的碎片 冯妈又拿出两个瓶子给她看 可同凤泉却不伸手 非要冯妈放在桌上 为什么呀 这是看瓷器的规矩 瓷器是贵重之物 往往在交接过程中 稍不留意啊 就把这贵重之物给打碎了 所以行里人规矩 贵重易碎之物 从不能手过手 您是卖家 您把它摆在条案之上 我是买家 我从条案之上拿起来看过之后 我再给您摆回去 不能手过手 冯妈没想到看个东西 还有那么多讲究 只好按照佟凤泉说的放在桌上 佟凤泉这才拿起瓶子看了起来 可这一看眼睛就挪不开了 仔细看过之后 把瓶子放回桌 可说到这里 不知道是王公被子虎出来的 佟凤泉当然知道 因为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家能出来的东西 只要放在大清朝的时候 普通人家用这东西 那可是杀头的罪啊 秋兰太太 您这是卖呀 还是估价 那你就先给估个价吧 佟凤泉的估价 让如二奶奶震惊了 就这一堆小瓶子 就给小门小户吃上一辈子 还不是省吃俭用的那种 如二奶奶不敢相信佟凤泉的报价 这可和她亲侄子的报价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位先生 你可别拿好话来蒙我们 这要是给你 你要不要啊 要 是啊 我们可没想着卖 冯妈 送客 佟凤泉也知道 生意不是一下子做成的 她只嘱咐如二奶奶 别把她来过的消息说出去 怕行里人忌讳 临走之前 佟凤泉又回头叮嘱二奶奶 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家里不安全 最好存银行里 二奶奶看佟凤泉有礼有节私旅周全 不由得有几分心动 可惜是个家包袱的 落魄贵族 范武也吐掉嘴里的树口水 伸出舌头细致地刮着舌苔 真是个精致的猪猪男孩 诶 凤泉 要哪去 佟凤泉告诉范武自己要搬走了 范武这下子可是着急了 连忙把佟凤泉请进了屋里 他拍着预备小舅子的肩膀 你要是愿意 我把墨盒嫁给你 不为别的啊 你就帮着我把条花给蒙出去 我呀 我没在办事 那墨盒可就嫁人了 嫁就嫁吧 嫁得挺好的 佟凤泉知道范武这是在威胁自己 表现的反而不是那么在意 不过他也给范武留下了话 墨盒是个好姑娘啊 你呢 给他找个好人家 哎小子 原本想让你叫我一声歌呢 你逃了 你走 走走走 你能成事 佟凤泉刚要走范武又拿话拦着 这怎么讲 你无情啊 你说咱都混得这净劲了 还谈什么情啊 你走 走走走 有男主找我 男人都无情 要说针对墨盒好的 还得要数小生子 不过这段时间 小生子一直在躲着墨盒 墨盒还以为他在生自己的气 可等抓到了小生子 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姐我没生你气 我恨自己 把那烟花的给撼丢了 真美 好了好了好了 墨盒当然不会怨生子 蹲下来好言安慰着他 不怨生子 怨姐 都怪姐命 生子 昨儿姐冤枉你了 你可不能生姐的亲 姐 你别这么说 臭男的我养活你 臭嘴还真甜 我生了这句话姐就知足了 比那些臭男人强 拿着 玩去吧 墨盒说的一点没错 他的臭哥哥范盒 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他卖了 范盒穿着西装 拿着墨盒来到饭店门槛 把妹妹留在门外 自己先进去和老头套起了近乎 米斯莫在什么地方 她没有来 她不好意思的 她在车上她不敢下来的 那好 我去接她 您坐着 我去把她给您请来 我把她给您请来 墨盒自然不是范盒所说的不好意思 而是压根就不想参加这种相亲 人是老了点 吃洋饭的 别一会儿进去给我捣蛋 我的天哪 范盒强行拉着墨盒来见老头 却不想墨盒进屋看见老头 吓得转身就跑 又被范盒死活给拽了回来 墨小姐 你好 老头还想来个闻手礼 却不想墨盒直接把手抽了回来 一点没给老头面子 范盒赶紧在旁边打起了人场 墨盒嘴里吃着点心 看着杯里的咖啡 还以为是什么饮料 上来就干了一大口 下一秒就全部吐了出来 老头子热情的上前为墨盒擦着 只不过是连和兄一起擦了 却不想墨盒抬手就是一耳光 甩在了老头脸上 墨盒你干什么呢 你没看到墨盒在哪儿吗 你擦咖啡呢吗 谁要擦擦呀 墨盒气呼呼地走了 范盒连忙在后边追着 站住啊 你你听跟我说一句 那还是我哥的话 你别让我穿着耍盒的衣服 接着见老头 你怎么这么说呀你 穿着怎么样这是 老头怎么了 老头有钱哪 男人鬼鬼祟祟地朝外张网 见四下无人 立刻把桌子收拾干净 偷偷从怀里掏出一张画铺平展开 吹到上面的灰尘 如胳膊挽袖子 拿出一层保纸盖在了印章上面 不想这时有人冲进院子 直接要把房门推开 这可吓坏了里面的王财 王师哥 王财连忙把花盖住 这才做下回话 什么事啊 王哥 付来客人了 你去应酬吧 能卖什么就卖什么 我病了正发汗呢 掌柜的要问 就说我不在 看着师弟的身影渐渐消失 王财试探性地在屋里呼喊 刘翔 刘翔也不傻 知道王财心里有鬼 根本就没有离开 而是顺着窗户缝隙往里面望去 只见王财 正在一笔一画的拓画上的印章 一通忙活之后 王财请范武吃饭 就给范武说了好消息 他安排的是已经给他办妥了 注入的细印章 一个不落的给他拓好了 有了这套活再找张颂带的 话做完了就敢说是宫里的 小子 爷这厨艺处得好不好啊 爷 事您想的是不错 可东西现在我这呢 我斗胆再说一句啊 我可不白给人做活 应当的 应当的 现如今谁给谁白干呢 不会亏待你的王财 王财一看范武明白 便乐乐呵呵地掏出自己拓好的东西 放在桌上 可是范武却根本没打算要 现在有人想取墨盒 对他来说自然是好事 但就这样把墨盒卖了 他又觉得吃亏了 那你是打算就用这几张白纸 就把我妹妹娶了 王财哪里能不明白范武的意思 连忙给范武许了个空头支票 不出十天 他就会在琉璃场开一个古玩铺子 你 我 还有谁啊 就我约人 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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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归是不错啊 王财话说得很漂亮 但是范武心里却根本不信 好饭不怕晚 好事不怕等 那五爷我就再等十天如何 现在你谈这事是吧 我妹妹今儿嫁以伙计 十天之后就嫁以掌柜的 这账我能算得清楚 行 哥 那咱十天后见 王财之所以那么自信自己能开铺子 那是因为如二奶奶的东西 崩得差不多了 自觉时机已经成熟 可等她跟索巴再去的时候 却完全变了 如二奶奶不像之前炸炸呼呼的王熙峰 倒有些像体弱多病的林黛玉了 之前让索巴卖古董的事 也是一句没提 索巴见二奶奶只字不提 没办法只能自己来提 可不提还好 这一提二奶奶立刻衍生 哎呦你甭提了 我那之前的东西 都被那个死羊子给我弄到哪儿去了 哎呦 这都什么亲戚呀 一个个跟那乌眼鸡似的 在宅门里都害我 这出了宅门还想害我呀 哎呦 二奶奶让索巴把杨子找回来 说自己的好东西都在她那儿 那她 她这不是害人吗 啊 她这要害旁的人也就害了 她害自个儿家亲戚 她算什么能耐呀 你说是不是啊索子 二奶奶面上是在说杨子 可任谁都能听得出来 她这是指三骂怀 骂的还就是眼前的索巴 索巴倒是也不傻 直接问二奶奶 谁来过 可二奶奶根本不想搭理她 一顿浮夸的表演 想把她打发出去 这下索巴真的是欲哭无泪 本想杀杀二奶奶的心情 谁想这二奶奶缓过神 不卖东西了 两人出了门就大吵了起来 索巴告诉王才 他要是还想指着这些古董翻身 就只有两条路 第一 你把谁这个如假给我找出来 不是 第二 你看羊子给我找着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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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时的阳光照在这一对漂亮精致的小瓶子上 有帝王在其左右 听证批奏章 太有味道了 这个男人说着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 在阳光底下 抒发着他精彩的想象 而他想象的东西 就是童凤泉收的 那对发廊采橄榄瓶 童凤泉要把60块大洋桃换来的宝贝 转手卖出去 准备狠狠地赚上一笔 买家罗先生只是看了一眼 就再也挪不开了 这对发廊采橄榄瓶 可是青三代官窑中的精品 他可是太喜欢了 童凤泉立马附和了起来 心情不一样 心劲也不一样 现在啊 一窑能烧一大堆 那时候 那几窑也烧不出一件像这样的玩意儿 那叫精益求精 为的是瞧玩意儿 不是为了钱 现在哪还有这心呢 罗先生对童凤泉的话很是赞同 这几件东西他是越看越喜欢 当即表示这几件东西他都要了 你开个价吧 一提起来开价 童凤泉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再好的东西 毕竟也是自己花了六十块大洋收上来的 只能先请罗先生坐下来再慢慢谈 货卖十家 哪怕就算是少挣点 这是我们行里的境界 这东西要是卖给洋人的 不要卖给洋人 这种好东西出去一件就少一件了 可是卖给您就不一样了 您是真喜欢 您是买给自个儿的 这东西到了您手里 那就算落了底了 童凤泉是把罗先生说得飘飘然 价格硬是一句没说 很明显他是想让罗先生开价 加上童凤泉已经把罗先生架起来了 罗先生当场表示 愿意出三万大洋全部买下 童凤泉却犹豫了 转头看了一眼老爷子 老爷子眼睛一闭 意思就是还能嘉奖 罗先生也有些不好意思 他知道买这些东西三万不算是高 但他只是个教书先生 更何况买这些东西 也不是出于盈利的目的 这下子童凤泉是真的为难了 他不愿意这点钱出手 只能求救世的看向老爷子 而这时候就是老爷子出手的时候了 开八万一口价 也毕竟就是有人要 云个您 也算凤泉的一片心 凤泉自己想开个铺子 拿这些东西做个本 三万 他支撑不起来 五万 我看五万 你看呢 罗先生当即点头答应五万成交 先是给了童凤泉三万大洋的银票 又签下了两万大洋的欠条 就这样童凤泉含泪转得盆满钵满 哎先生 要圆卷吗 在这个寒冬腊月 墨赫被动得直跺脚 但是他业绩还没有达标 还不想下班 这时童凤泉鬼鬼祟祟的 摸到墨赫身后 热情的要带他吃碗热馄饨 深夜的馄饨摊 童凤泉只用了两三口 就吃完了一碗馄饨 随后扭扭捏捏的 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盒 递到墨赫面前 揣两天了 给你的 墨赫顺手打开盒子 只见里面塞了胭脂水粉 还有一个红色的头花 墨赫心里很是喜欢 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礼物 花这钱干嘛呀 我不要 拿着吧 我不要 我诚心给你买的 你不要我给谁去啊 童哥 你可别招我 墨赫你这是什么话呀 墨赫的意思在清楚不过了 童凤泉要搬走不是在躲他 就是在躲饭物 既然如此 他们就应该听天由命 向荣以沫不如相望于江湖 何必再继续纠缠下去 墨赫拿起烟筐子就走 童凤泉扔下几个铜板起身酒追 非要吃馄饨就吃一碗 可你别送东西给我呀 童哥你拿回去吧 既然买了你就收着 我不要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怕我晚上睡不着觉想你 就位置 是啊 是 想 那就想呗 想 你真的让我想你吗 我想你还不把你吓跑呢 童哥 远远的吧 远远的 等你想明白了再给我买花买粉 等你想明白了 也许我就不在了 墨赫的态度让童凤泉心疼 以至于第二天都没有缓过身来 一直坐在老爷子的店里发着呆 他现在有了资本 也是真心想成家立业了 想着能盘下一间铺子当掌柜取莫贺 可是钱又不够 又想着能回老家买地盖房子 这样就太可惜了这一身的本事 老爷子是真的活明白了 连忙劝戒的童凤泉 童凤泉啊 你别瞎想 童凤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 掉进了嘴里吗 可是他的这点钱 可是完全不够看的 您瞧您这把屋子的玩意儿 别提钱 凤泉 一个人一辈子 使钱有数 他吃分用度能用多少钱 铺子 你接了 您再想想吧 不用想了 早想好了 童凤泉心里已经开心地转圈圈了 面上确实还要绷住 连忙点头答应 随即掏出身上所有的家当 三万大洋的银票 还有两万大洋的欠条 可是老爷子 却只是拿走了那张两万的欠条 这铺子连着货底子 你都掌管着 老了 管不动铺子 你掌柜 我算一半东 挣了钱呢 能二一千做五 一家一半 赔了 算我的 哎哟老爷 那您可吃亏了 我一准 就这样 童凤泉摇身一变 又当上了掌柜的 可这刚卸下来门板 对门天和宣的蓝掌柜 却开启了嘲讽技能 那以后得管您叫一声 童掌柜啊 乍一听啊 有点不惯 可我还得应您一声 哎 兰掌柜的 您多关照啊 本客气 哎呀 跟你打对门做买卖 心里有点怕呀 您这怎么话说的呀 怎么话说的 我怕买了你的打眼货 也得上吊吊死啊 这下可是戳了 童凤泉的伤疤 正想凭着自己的铁齿铜牙 好好跟兰掌柜掰扯掰扯 却没想到老爷子拦住了他 可这也让童凤泉泄了气 老爷子 嗯 您把这铺子收了 我呀 还是夹包袱 窜柴门去 说那没用 真动气 把买卖开好了 把人做弟弟了 让人看看 这行里的事 有时也搅不清 这气人有 笑人无 帅买卖打链着的事啊 多了 自己想通了 就好 人活在世上 还能挡住别人的嘴 不计较 咱不计较 随后老爷子 让童凤泉看着铺子 自己要回老家一趟 俏寡妇打开包装精致的盒子 露出里面珍藏的古董 如二奶奶又一次 把童凤泉请到了府中 打定了主意 要把古董卖堂 为什么找你啊 觉得你这个人啊 我厚道 要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厚道的 那也不是 自己说自己厚道的人 许是真厚道呢 但是面对珍宝童凤泉又犹豫了 他担心这些东西 不是正如来的 可就是童凤泉 在正常不过的一句话 却无意戳中了 如二奶奶内心的伤疤 一句话 东西是自己的 十多年大好大好的青春 宫苦伶仃的换了 看着这东西我就想 他要是能换回那十几年 哪怕换一天 我换 换回我十八岁的一天 我愿意 我换 换一天都值 这下童凤泉哪里还能不明白 这就是嫁入深宅大院的代价 他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问如二奶奶 这些东西打算怎么卖 如二奶奶想的是一次性全卖了 童凤泉文言吓坏了 哪有这样卖古董的 连忙叫停了如二奶奶 这卖东西 他有卖东西的学问 可不敢这么成堆的拿着去卖 一件一件的卖 它是一个价钱 您要是搓了堆去卖 它又是一个价钱 为了让如二奶奶放心 童凤泉又主动问起了 这东西怎么卖 是找个人跟他一起去呢 还是他就在这压张银票 什么都不用 信得过你 不就一个盘子吗 砸也就砸了 碎也就碎了 如二奶奶是毫不在乎 但是冯妈可不敢就这样随便 连忙给童凤泉递了一杯茶过来 童凤泉也不含糊 当即从怀里掏出一万大洋的银票压着 东西指定不是这个数 等出了钱 我再给您补来 跟你说了什么都不用 收起来收起来 不就一个盘子吗 哎 哎 那童链 您喝茶 喝什么 干嘛总让人童链喝茶呀 啊 一个盘子砸也就砸了 是不是啊 童凤泉连忙解释 自己也不是白帮忙 按照规矩他帮忙卖出去东西 要从中抽一成的佣金 应该 应该 如二奶奶又让冯妈 把那件珍藏的衣服 拿出来给童凤泉换上 而冯妈则趁势把银票收了下来 人靠衣服马靠岸 换了衣服的童凤泉 跟刚才完全判若两人 如二奶奶看着也很满意 穿着脚不一样 跟当年的二阿哥 一个样 童凤泉穿上好衣服 还真像那么哥样 这下如二奶奶更高兴了 你说这是人管着衣裳呢 还是衣裳管着人呢 穿什么样的衣裳 走什么样的步 嗯 好 冯妈 留中饭吧 呦 太太 咱可没背着 没吃上中饭的童凤泉 揣着五彩大盘 穿着衣裳就出了门 正好被一直守在门口的索巴等人 看个正着 杨子一看 就是这个人花六十大洋 买了自己的瓷器 也是他抢了王财的大买卖 这薪酬就恨加在一起 索巴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决定要给童凤泉点颜色看看 落魄贵族手撵兰花纸 端起茶杯一眼而见 可是这杯茶他喝得相当憋气 不是因为茶不好 而是从头到尾兰掌柜 都没搭理过饭 我都做了大半天了 茶都喝两壶了 你也不想问问我来干什么来了 甭问范吾爷 您没事 范吾直接被兰掌柜的话气笑了 自己又不是有病 没事拿着东西大早上 跑他店里来干嘛 喝茶 挥得好 我走了 范吾爷啥时候被人这样挤兑过 夹起花轴就往外走去 可走到一半 兰掌柜又给拦了下来 您既然来了 那不妨打开 让咱也开开眼 不劳了 你兰掌柜狗眼看人低 我喝了你的茶 我还得骂你 我们饭就怎么了 穷到底了 范吾告诉兰掌柜 别小看他的家事 宫里上下来的东西 还都没拿出来呢 最看不起你们这些 买就卖就的主 全是市里小人 兰掌柜被范吾数了一通 不见没生气 反而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说的好 范吾爷 我算是狗眼看人低 您可是捣驴不捣价啊 瞧您呢 都混成这个份儿了 那个气度 架势 一点都没减啊 我们比不了您呢 我们做买卖就得奖励 不奖励我们吃谁去啊 范吾爷 好 以后呢 您有空常来坐坐 常来喝喝茶 常来骂骂我 这样那也让我们 活得明白一点啊 兰掌柜话说得客客气气 但是任谁都能听得出来 话里的讥讽 可是范吾爷是何许人意 你兰掌柜当笑话说 那他就当真话听 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隔三畅五的来啊 你这抱方户的这劲 这架子他就放不下 范吾说完转身就要走 但是兰掌柜还是很好奇 范吾带来的东西 不给你看了 我生气了 那好 咱可以留着自个玩吧 放送 走好 范吾转身走了出去 兰掌柜对范吾师 打心眼里瞧不上 连忙叫来伙计 以后范吾这样的人 别往店铺里带 不仅晦气还影响店里的生意 他说有玩意儿要出手 他有什么玩意儿啊 瞧那份德行 他有玩意儿 有一花石子煮 有玩意儿 能混在这份上 虽然兰掌柜话说的不好听 但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范吾爷前脚离开天河轩 童凤泉后脚就迈了进来 兰掌柜起初并没有认出来是童凤泉 还以为是生意上门 连忙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来了爷 您里边请 里边请 可童凤泉进来之后 兰掌柜再仔细一瞧 这才认出来人是谁 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童掌柜 兰掌柜的 您提一下 不敢当 您有事儿吗 您这是不欢迎我呀 谈不上 兰掌柜看见他比看见饭武还烦 虽然把童凤泉让了进来 但是根本就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也没有让伙计凤肠 还是童凤泉厚着脸皮 自己坐下要茶喝 这才不情不愿地让伙计给到了一杯 哎呀 兰掌柜 您这铺子 败得还真有伪样 我得好好跟您削削啊 好 您跟谁削啊 也甭跟我削 为什么呀 我败家 童凤泉哈哈一笑 当然知道兰掌柜这是在拐着弯骂的 要是生气不就随了兰掌柜的愿吗 话是我说出去的 您怎么听呢 那是您的事 童凤泉见自己在兰掌柜 这也得不到好礼 只能无奈起身离开 但是没想到兰掌柜 把他又拦了下来 您都开了店了 干嘛还拎这个包袱啊 包袱斋出身嘛 不过这回我收的东西 可不是满街吆喝去卖的 什么好东西啊 让我也开开眼 刚才啊 是想让您长长眼来着 这会儿 我瞧着您没空 兰掌柜见童凤泉还挺硬气 心里的小心思就开始动了 你一个假包袱 串宅门着 没有多的门啊 但是又真怕他得到什么宝贝 看见童凤泉走了出去 又连忙把人叫回来了 既然您来了 我救手露眼 万一你要捡的什么大口呢 菜头好 吃酸好 品相好 万里五彩大盘啊 果然不错 我指定从他嘴里听不见一个好字 是件好东西 可我不能这么说 葛掌柜说的是不计较 不能让他扔着高枝 甭管他说什么 我都不计较 还行 算是件东西 这楼盘子我见过仨 呦 是吗 那我可真是没学问了 这种盘子呀 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童凤泉本来拿着好东西 本想让蓝一贵长长眼 不成想好话没听到 还平白被挤对了一通 但是童凤泉也没惯着 当即包上大盘就要离开 可是蓝掌柜又舍不得宝贝 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 连忙打听起了价值 那你打算多少钱出啊 嗨 让您这么一说呀 我这点心气就没了 瞧着脉子 有个本就行啊 得嘞 单掌柜的 那 我过去了 童凤泉还真的包起大盘走了 但蓝掌柜可是很不服气 什么东西 跑我这臭闲目了 不就一盘子吗 还华府古山 哪弄这么一身装老的衣服 蓝衣柜虽然嘴上嫌弃 但是可不想就那么放弃 鬼鬼祟祟的跟着童凤泉来到了窜货场 窜货场 是古玩协会为行内人办的一种行内交易的场地 行内人进了货 有一时找不到好买主 有一时拿不准价钱 往往到此 或封个底价拍卖 或摆个摊子 任人伸手谈价 双方合适便可交易 童凤泉拿着五彩大盘 放在了何老爷子面前 何老爷子仔细看了一会 那是相当的满意 凤泉 你要多少啊 何掌柜的 您给开个价 两人便按照行规 来了一个秀礼乾坤 吸引了很多人的围观 两人秀礼谈了好一会 也没有结果 但是兰掌柜旁边的七掌柜 看到何老爷子伸手 再也坐不住了 起身就往两人那凑去 七掌柜 我不太方便 这货就算咱俩活着吧 你放心你放心 人一直都是秀礼手谈 外人根本不知出了多少 但是能看到何老爷子摇头 好像对价格不是很满意 同时又一堆人伸手过去 七掌柜连忙将人都拦了下来 自己上去谈价 七掌柜 您不看看东西 就跟我拉起价来了 有人看过 同凤泉一下子就明白了 眼前的七掌柜跟兰掌柜是一伙的 当场拒绝了七掌柜的谈价 顺便把已经走开的何老爷子叫了回来 何掌柜的 来来来来 就刚才咱们说那件 这东西啊 归了您了 嘿 凤泉 你可真讲义气 同凤泉心满意足的 跟着何老爷子拿钱去 这下兰掌柜气得都要蹦起来了 这同凤泉摆明了给自己难堪 但是又无可奈何 只能像个斗败的公鸡一样 无力地坐了下来 如二奶奶的东西 同凤泉卖了个满意的价钱 可是不满意的不光是兰掌柜 还有一个索巴 索巴来到练武场 找了几个地痞流氓 准备好好的收拾同凤泉一顿 这个男人是翻身浓浓把歌唱 人是喝得东倒西歪 嘴里唱着不知名的戏词 一手提着酒一手提着猪头肉 可谓是满面春风 同凤泉的样子给范舞都看呆了 手里的窝头辣椒酱瞬间不香 咬着头发就走了过来 这谁啊这是 还带着锣鼓家伙 还身段的 我同泉啊我 这行 还记得自个儿叫同凤泉 五哥 咱俩还没论谁大谁小呢 叫成爷们谁也不吃亏 范舞还没领会同凤泉的意思 不知道为啥上赶着脚割 自然带来的东西也没敢吃 反而掰下一块窝头 蘸着辣椒酱 吃得那叫一个香 人哪 那就不能得意 作两口猫尿 你瞎这德行 范舞也吃完窝头 还不忘缩缩手指 倒是忘了自己吃炸豆腐 都挑没卤虾油的理 之后范舞叫了一声 同凤泉的名字 却没想到同凤泉直接给他拦下 说以后不能再这么叫了 改口啊 我是你弟弟 哟 这是打哪论呢 同凤泉说完就要跟范舞喝几杯 范舞一听原来是那么回事 当即也没有客气 洗洗手就准备跟同凤泉小酌几杯 但是同凤泉一听默喝 搬到了他原来住的西屋 便朝着要去叫默喝过来 范舞不放心同凤泉一个人过去 就自己去叫了默喝 可刚一回来 就看到同凤泉在脱衣裳 这可吓坏了范舞 虽说现在落魄了 但是不能那么没有底下 我这身份穿这种衣裳不合适 正在两人拉扯之际 默喝掀起帘子走进了屋 气氛突然间现了微妙的尴尬 同凤泉连忙把自己的凳子让给默喝 顺便把默喝扶坐了下来 同凤泉看这两人都在这 一激动竟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同凤泉撅着屁股响了半天 突然一拍脑门响了起来 他今天来主要是有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自己今天当上了掌柜的 第二件便是跟默喝的承诺 默喝 那天晚上 喝喝下的话 我 我可没说不算啊 没想到这么快就该 湿起来了 今儿可就该湿起来了 默喝 你今儿要再说那么一句 我还就硬了他了 默喝抬头看了一眼同凤泉 同凤泉也傻呵呵的笑着 范武一看着没自己啥事 也很识趣的拿着酒叫出去喝 临走还不忘给默喝使着眼色 默喝看看范武又看看同凤泉 我走 默喝起身走了出去 这下子同凤泉蒙了 他怎么走了呢 我知道你不要说什么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听明白一半 那我得先答应 同凤泉连忙追到了西屋 可是默喝只是看了一眼 并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同凤泉只能尴尬的自己找话题聊 这小屋怎么没 没怎么变 是啊 房子哪有人变得快 同凤泉也知道 默喝是在跟自己傲气 他连忙解释 衣裳是一个阔太太给的 为的只是做生意方便 同凤泉说完傻笑的看着默喝 突然间想到对默喝的承诺 我发财了 同凤泉说着就在身上摸索着银条 你别套了 我不看 一想到我要发财 我就想起你来了 我想 我想着我要 我要娶你默喝 我要排排长长的娶你 同哥 我可没说过 等你发了财再来娶我 同凤泉激动的一拍大胆 默喝是没有这样说过 但是他却是那么想的 这大概就是一个男人的底线吧 我就是这么想的默喝 我没钱 我不能娶你 不敢娶你 我是说我不能 让你跟着我 同凤泉受这份罪 我一有了钱 我就来娶你我 同凤泉说一句 便把凳子往前挪一步 离默喝是越来越近 默喝听着同凤泉对自己说的话 心里也是知足 但是默喝在意的 却不是他同凤泉能不能发财 默喝 你走吧同哥 默喝 我要娶你 你去我 去我去我人了 我要娶你啊 我还来 同凤泉落荒式的逃跑了 只剩下默喝一个人委屈的哭着 委屈里更是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激动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窃喜 范无庚是得意的唱着戏 同凤泉开心的回味着 自己刚才的骚操作 默喝甜蜜的咬着手盯着灯发呆 三人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老天爷 你这算是疼我了 这个男人上一秒还在跟心上人互诉中长 下一秒就被一头按在了柜台上 吓得是娃娃大叫 带头大哥可是有备而来 上来就问了同凤泉两个问题 第一这铺子是不是你的 不是不是 是我跟葛老爷子我们俩合伙开的 您要找他 他可不在啊 我们不找他就找你 第二你这铺子里的东西值不值钱 有有两样值钱的 其他的不值什么钱 爷爷 您要看着什么好啊 您您拿假 我还没切 你这爱说的什么话呀 那我们不成抢了吗 黑老大看着同凤泉还挺上岛 便让人松开了他 同凤泉被人推到了座位上 黑老大自保家门 自己名叫瑞伍 正经算是个练家子 不酷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了交的大爷们 扑货 对了 哎 哎 同上伯 你这铺子是既卖又收对了 对 是的 瑞伍满意的点点头 告诉同凤泉他们不是来着抢劫的 而是来卖货的 说着便让马仔拿上来一个包袱 同凤泉一听原来是那么回事 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瑞伍告诉同凤泉 自己最近手头紧 卖件东西好过日子 但是他拿来的东西可是不一般 我这个呀 可是唐朝的东西 老辈传下来的 您瞧瞧 您收了吧 同凤泉乐乐呵呵地打开包袱 下一秒便傻了眼 这哪是什么大唐朝的东西 这分明就是个夜活吗 他哪还能不明白瑞伍的意思 但还是壮着胆子说了一句 我们不收 什么 哎 我耳朵背 您大声点 瑞伍话音刚落 手下马仔一个个毛拳擦着 同凤泉看这架势可是下话 连忙改口自己收下来 喂 您这唐朝的东西 要买多少钱呢 还没等瑞伍回答 同凤泉连忙把身上 所有的大洋都掏出来摆在了桌上 可没想到瑞伍根本不满足 没想到你还真上路 哎 这老辈传下来的东西就是好 是不是 对 好 真好 真好 真好你就给这么点 同凤泉连忙解释 柜上的前个老爷子晚上盘障都带走了 他身上现在只有这些了 不行铺子里的东西 能看得上演的随便拿 我看你这身衣裳不错啊 同凤泉下意识地站起身 摸了一下身上的银条 我这可不行 这衣裳是人家的 这不行啊 来给童掌柜换身衣服 哎 不行 我爷 不行啊 这衣裳是人家的 您挑什么东西好 您拿东西行吗 同凤泉拼了命地反抗 但还是无奈被四个大喊压着 把衣裳给他脱了 瑞伍二话没说 就把童凤泉卖五彩大盘的钱 给摸了出来 顺手又把衣服扔给了童凤泉 我爷 我爷 我出去了 这钱是我卖人家东西的钱 你不能拿 我爷 这钱你不能拿 哎 童掌柜 我们今儿上您这儿来 可是来卖东西的 别的 什么也没干 这钱也是卖你夜狐挣的 我爷 得了 兄弟们 走 童凤泉从地上站起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群人从店铺里离开 下一秒冲出店铺大喊 哎呀 抢钱了呀 抢钱了 街坊旅警们赶紧给我报个警方 快点抢钱了 童凤泉刚喊完 街上就冲出了一队巡警 童凤泉还以为来了九星 却没想到巡警不但没有去抓贼 反而一个个把枪对准了他 你是叫童凤泉吗 是我 是不是他呀 就是他 哎 不是 不是 什么 什么事就是我呀 童凤泉 你未到嚣赃 现在将你抓往警局 以待审理 带走 哎 不是 景业 景业 我刚被抢了 你们不抓抢钱的 怎么抓起我来了 景业 你听我说 怎么能嚣赃 童凤泉绝望大喊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肯听他说两句 人被抓了 店铺也被封了 童凤泉一夜之间从天堂 跌入了万丈深渊 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 实在太刺激了 而这边的动静 也引起了对门蓝掌柜的注意 也给他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回格拉也都算是看错人了 他童凤泉 一夜遭两难 先被抢 后被抓 你说他不是个灾星是什么呀 蓝掌柜话音刚愣 火箭刘翔便急忙把他叫了过去 两人趴在门缝上一看 只见王财和索巴两人 有说有笑的走了过去 刘翔原本还想叫住王财 却被蓝掌柜给拦了下来 他哪里还能不明白 王财跟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第二天一大早 索巴和王财请帮忙的两位大哥吃饭 但是巡警没给索巴面子 他只想赶紧要回自己的那份钱 索巴赶紧让王财拿钱 一人递上了一份五百大洋的银票 瑞伍是跟索巴穿一条裤子的 早已经拿了巨大的好处 有就不少了 王总收拾 王总拿着银票问起了索巴 那你们家洋子怎么办 关上他 只要能关就别给他放了 他可是你亲戚 什么狗屁亲戚啊 这年头啊 有钱就亲 没钱就光胜气了 什么 通风圈给逮起来了 富贼给疯了 这可像做梦似的 昨天晚上金丝滚边的衣裳穿着 脚皮都低落着 疯疯光光光的 这会儿功夫就给逮起来了 我说梦还没醒呢 我 这同风圈日子过的 可真是大起大落 起伏大的让饭我都迷糊了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快步走到桌前 看着昨天晚上剩的猪头肉 确定了自己不是在做梦 听谁说的 我去歌舞宅看过了 这叫什么啊 这个 这叫人生如梦都叫不成了 这叫人生如大盹 嘿小子 真是命薄啊 范武一边为同风圈感到可惜 一边又很失望 同风圈他是指望不上 莫赫求他去局子里打听一下情况 范武看莫赫着急的样子 突然间又想起了什么 范武一听莫赫发脾气 这才放下心来 没什么就好 就是问问嘛 问问也是为你好啊 要不然咱们不就亏死了他们 亏 我就后悔没把他留下来 这不像大姑娘说的话啊 我要是把他留下来就挨不着抢了 也不会被人抓了 我后悔 莫赫说完便哭着跑出了院子 这不都是命吗 同风圈昨天晚上 要是留在了莫赫这里 也许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了 可是话说回来 躲得了初一能躲得了十五吗 你躲得了小人处心积虑的害你吗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是吧 天底下享父之心人皆有之 但要水到渠成才是自然 老年间的话是辛苦前万万年 不是你的争也没用 同风圈在监狱里隔着栅栏往外张望 他这是怎么了 明明昨天还在天上 今天怎么就掉进地狱里来了 他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 还是做错了什么事 怎么连黑皮都惊动了 同风圈被放出来放风 在众多的人里 他一眼就瞅见了杨子 同风圈一时间呆愣在原地 嘴里念叨着王才的名字 这才反应了过来 全都对上了 他说杨子的青三代瓷器 和迈入二奶奶的五彩大盘 这看起来是两件事 其实是一件事 他无意中从狼嘴里抢下了肥肉 落魄贵族在墙角舔着手指翻着书 一抬眼看到了一个老外 范屋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 连忙凑了过去 范屋自讨了个美去 只能转身离开 但是他现在是着急用钱 但天无绝人之路 正好王才从身边路过 范屋连忙把人叫了下来 他知道王才一直在惦记着墨赫 所以能理直气壮的向王才伸手 哎哟哥 您这是开口了 那还有什么可说 我给给给 别当着接面 人家以为我怎么招式的 范屋顺利从王才那里拿到了几块大羊 虽然钱拿到了 但是范屋却不想因为这点钱 就把妹子卖了 这算我借你的 我什么都没答应啊 您用着 多大点事 范屋从王才这拿了钱 马不停蹄的就来监狱探望 佟凤泉 您看什么人啊 还来您亲自过来 嘿嘿 原先有伙计 你欠着我业我的账呢 我得过来瞧瞧他 别让他军了短节不是 范屋说着就从怀里摸出了两块大羊 交到了狱警的手里 嘿嘿拿着 不拿着也我不高兴啊 您竟找我呢 花了买路钱 范屋顺利见到了佟凤泉 端处为他准备的饭菜 可是佟凤泉哪还有心思吃饭了 范屋来此除了看佟凤泉之外 他还想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昨天晚上还封风光光滴溜着酒瓶子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 就被人给抓起来了 你跟我说明白了你是杀人了还是越货了 说清楚了我好想主意 童凤泉连忙解释 自己既没杀人也没越货 而是被人给害了 谁呀 你小门小户的还有人害你 看着挺老实的还缴缴你了啊 就你这样的也值得一害 童凤泉也很无奈 现在他什么也过不上了 只求饭屋出去之后 能给田家胡同17号的罗二奶奶烧个心 他最在意的还是自己的信誉 就说我童凤泉把东西给他卖了 钱我先欠着他 只要我不死 我一定给他还上 没看出来 你现在连寡妇都靠啊 我说呢 这平白的怎么就穿上金丝滚边的衣裳了 怪盗 能有好吗那个 童凤泉一看范武误会 连忙解释自己只是替别人买东西 并坚持让范武为自己带话 欠人多钱呢 一万八 能耐呀 这年头能欠人钱是能耐呀 一万八 能欠一万八可是大能耐 让人说回骗子也值了 童凤泉一见范武奚落自己 生怕他不给自己带话 站起来就要给范武磕头 你以为这是庙里头呢 我说你心里话我根本就不想管 依着我呀 我来看都不来看你 是莫合 莫合心疼你 非得要问问出了什么事 怕你受不了 哎呀 要不是因为我妹妹我他妈才不来看你呢 范武说完看 童凤泉在这也没有什么事 就准备回去安慰妹妹 至于能什么时候出去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 临走前还不忘叮嘱童凤泉吃点东西 别想着死啊 你不光欠别人的 还欠着我们家墨盒的呢 落魄贵族回到魄旧的出租屋 不可思议的盯着桌上 王人的闲菜窝头 竟然换成了白酒荤菜 哎呀这是发大财了 还是挣大钱了这是 范武迫不及待的夹了一筷子 夹到半空中又停了下来 他也明白这顿饭不是白吃的 你有什么话想跟哥说的啊 趁着哥这还没粘筷子呢 赶紧说 一会儿喝两口啊就迷糊了 哎呀 说的是酒话还是真话 我也分不清楚了 范武当然知道 莫合这是为了同奉权 莫合也毫不掩饰 转身把八块大洋往桌上一排 说自己一个姑娘家家的 趴进牢里不方便 拜托范武帮忙走一趟 看看同奉权 说着就给范武跪下来 哎哎哎哎 算谢您了 您就全当心疼你这傻妹妹一回吧 哈哈哈哈 您起来起来起来 范武说着还不忘打开手绢 这可是八块大洋 这八块钱哪来的 可是范武也哪里知道 自从莫合知道同奉权 进了大牢之后 便整日查不思犯不想 一门心思想的都是怎么救同奉权 他带着生子来到当铺 拿出母亲留给他的玉派 是当啊是卖啊 当一个月给你三个大洋 你要是卖了 十个 莫合觉得三块大洋太少 于是一咬牙就准备把玉派卖了 范武看莫合为了同奉权 竟然连母亲的遗物都卖了 也忍不住感叹起来 命好啊 好命 这他妈通奉权还真有人疼你 范武把大洋还给莫合 并且嘴里大骂通奉权活该 把钱收好了 给哥倒酒 莫合不明所以 还以为范武是不愿意去 缩着胳膊不愿意动弹 给你哥倒酒不白倒啊 莫合这才不情不愿的 给范武倒起了酒 哥我是混蛋我知道 大事上我不混 去过了 您去过了 酒 小心点酒啊 吃饱喝足好的范武 忍不住劝起了莫合 这男人疼不得 全是天生的贱骨头 你疼了他呀 他就不疼你了 范武还是在埋怨同奉权 他好心好意去大牢里看他 同奉权竟然满心惦记的都是寡妇 他他他他让我上一个什么 田家胡同十几号 去给一个 这如二奶奶烧口信 你说这人能疼吗 我当时就后悔 我他妈白去找他我 范武还没吐槽完 莫合就慌慌张张的出了门 他一路来到如二奶奶的府门口 看着这高响大悦 却不免心里有些胆气 但是为了情郎 还是壮的胆子敲起了门 却没想到莫合刚一进来 如二奶奶便误会了 真是越会越不济了 家里倒有了上街卖烟卷的亲戚了 如二奶奶让莫合坐下说话 但是莫合却不敢在这多坐停留 直接开门见山 说自己是来给童凤权传话的 童 啊 他还有脸让人来传话 童凤权前脚进了打牢 后脚如二奶奶便知道了 五彩大盘卖了两万八 便认为童凤权是卷钱跑路 哪里还能给莫合好脸四看 但是莫合却坚信 童凤权不是那种人 但是如二奶奶可不相信莫合的话 这年头啊 想遇见个好人 比当年想念皇上还难呢 他不是坏人 谁信呢 我要是您我就信 莫合告诉如二奶奶 童凤权已经蹲了打牢了 还能第一时间传出话来 这说明童凤权把自己的名声看得很重 他看重名声 我谁也不信 那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莫合把话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如二奶奶还想照顾一下莫合的声音 但是没想到被莫合拒绝了 我是来传话的 不是来卖女儿 不用 这丫头 这骨子劲儿要真能挺住了 也能过一辈子 就怕挺不过来 是啊 我还没混到蔓延卷去呢 传完话后 莫合带着八块大羊 来大牢看望情郎 童凤权此时最害怕的 就是莫合来看她 觉得脸面都给丢见了 反而是莫合变得主动 一把拉住了童凤权的手 你没胆 那天喝酒的劲儿你哪儿去了 没那身衣裳就不是你了 换个地方就堆碎了 怕什么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我就要你抓住我的手 童凤权在大牢里 这几天也算是想明白了 要是他能踏踏实实在小院里住着 家包袱串宅们 哪怕是吃着窝头看着月亮 不也比这强多了吗 想疯狂 想发财 疯狂不是我的命能扛得住的 人不就是活得一口气吗 没心气的 还挣不个什么劲 莫合告诉童凤权 话已经帮他带到了 自己也会一直等着他出去 你要真有口气你就撑住了 等着你出来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日子还在后头 童凤权让莫合以后别再来了 怕自己欠的更多 但是莫合却是铁了心 实话跟你说吧 我乐意 好日子 感谢观看